埔里年轻设计师陈立如 因为看到国外设计师 对于知名品牌的饭碗设计感到有兴趣 因此在这几年来 陆续设计多款与埔里镇相关的logo及图样元素 并且制作T恤、口罩等 也让埔里一些年轻人 对他的作品感兴趣而来订购 对此县院陈怡君以及镇长廖志成 特别到他的工作室与陈立如来做交流 觉得可以借用这些 有点趣味性的饭碗的图像 让更多人来认识埔里这个小镇的特色 然后目前已经做了这些图像 其实反应都还出乎意料的多 觉得埔里是可以做一个 类似艺术纪的东西 不只是埔里自己的在地的艺术家的交流 同时也是可以让整个台湾的艺术的交流 或是甚至可以有更国际性的 国际性与埔里之间的交流连接 县院陈怡君表示 陈立如的作品相当有趣 有从虎头山、雅看埔里所设计出的 埔里天际线口罩 这次结合埔里骑车称闪、焦白顺龙、青蛙装等元素 新设计出来的T-shirt都会让埔里人回心以效 也鼓励他能够持续地创作 让他的作品可以持续为埔里行销 他用他对于家乡的一种观察 然后用饭碗品牌的一种趣味性 创作了一系列的跟家乡有关的一些图像 然后也将这些图像做成了T-shirt 几年来我看到他的很多的创意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 让我们的观光客进到埔里来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说埔里这边这么有这个一文的特色 然后居然也能够有艺术家可以将埔里 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很趣味的方式来做一个观光上面的一个形象 副一掌盘一拳感谢设计师陈丽如 利用翻玩品牌的方式 结合埔里元素来创作 行销埔里的用心 也希望工部门对于这些利用设计理念 帮助故乡行销的年轻人 能够多给予一些发挥的舞台 让他们结合故乡元素来创作 也可以作为更好的行销 记者陈伟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